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雪凌 是 贏者 Wixi 新番宋是剛剛報了一至兩集左右 暫時看下去 都沒計算命案的 暫時看下去起碼我比上季的感覺好些 期望多些是吧 是的 期望多是好事 要不然我們每季沒有期望的時候 講下去就不用動 我們每季在某種意義上 我們心裏都說 你不如做壞他吧 做壞他我們以後 意差一點 有期望的前態 你看到節目很尷尬 這個期間 講回一套 上了都落下了 期待已久 擔心他上不了的作品 上去都說 在做的了 又要意製作中的 擔心他上不了 要等多少年 不知道有新資料 你說的那些是火鳳療員電影版 火鳳療員真的要等被燒給我 今天要講的就是電影版的World of Warcraft 應該算是大作的 我覺得在一般的觀眾層面眼中 它只不過是一套奇幻史詩作品 魔界類型的東西 對啦 對一些Gammer來說 這套東西的意義當然是與別不同 絕對更大 要延遲了這麼久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它經過了重拍 即是從之前的定立方向不同 或是直接改造的 或者這樣說 因為始終出了魔界這套 巨珠式奇幻電影之後 Wall of Warcraft 一開始定義獸人 跟魔界本質上的定義有點像 不過你叫做什麼 Wall of Warcraft 是有獸人那邊的質寫 但如果 Wall of Warcraft這套電影 只是說人類的質 不說獸人那邊的話 那就變成真正的魔界 應該完全沒有關係 跟魔界一樣 但我有一個問題 這裡很有趣 這裡的組合 這裡除了這三個人之外 我是唯一一個 沒有玩過Wall of Warcraft Wall of Warcraft 如果他們留意到 我們可以順便修正 這次電影的主題 好像叫做Wall of Warcraft 就不是Wall of Warcraft 是的 但問題是 我想問的 其實這套電影是 什麼時候開始想拍的 我沒有記錯 魔界好像是零四年左右 第一集 那這套電影是什麼時候 開始想拍的 那時候應該是零六年左右 那時候提起 即是叫做你在 Wall of Warcraft最紅 因為佔有的玩家 其實你說全世界幾億五家 差不多好像50% 佔市場佔任務率以上 基本上 在各個地區市場裡 都大賣 那些人真正叫做什麼呢 很多人真正認知 叫做Wall of Warcraft這個系列 其實很多人大體上 都是由Wall of Warcraft而起的 是 維持上 他也是做了一套電影出來 不是 那個藍本 那時候才定立 Wall of Warcraft那麼紅 他才定立一個目標 就是我想為這個Wall of Warcraft 來製作電影版 這樣出來 說就說了很久 都是因為 開頭他們做過腳本的時候 他們就發覺就是 好似同魔界的性質 有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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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覺得 這樣拍了出來 其實是 不會可以做到 他們理想中的那種效果 所以就再次重拍 就是他派了一套 copycat 有這種感覺 始終就是你拍一套電影出來 主流的觀眾群 不是你的 遊戲玩家 是一個大眾市場 大眾市場一定就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這套東西 比什麼出現都好 總之這套電影先上去 我就說你抄它 就是一個大眾觀感的問題 很簡單 如果假設Wall of Warcraft 在魔界之前出現的時候 魔界可能就會被人評為 就是刺激品那種 可能到時候是這麼說 這個普遍的認知很難說 人家先出了 那你先出了 即是先守問題 其實都是 這個動畫界都有很多類似 他有能力去改是OK的 但就等了 變成2016 都等了十年 對 十年之後 十年磨劍 OK 磨了這一套東西出來 其實是 撞掉重鍊 那也算是磨的 那舊鐵 你也是 融掉它 再把主角 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他有很多浪費 我叫做什麼呢 浪費之餘的一些場面 是出現過的 你當然是講過Iron Forge 已經一個Sort 但那個做得很感動 很顯然 我們一看那個Sort 我想問是否一開始出來 沒錯 Pilobo Pilobo 還有暴風城Sormin Sormin也好一點 Sormin裡面有遊戲 對了 但Iron Forge 你看到Iron Forge的2是什麼 我心信 那裡是說 都做了 不差再用一下 又不用錢 都給了錢 可能是重拍之前 已經做了的東西 我覺得是 其實是 有機會 其實那段來說 Wall of Warcraft 那時候也是開啟的 那裡也有出現過 因為這樣說 其實在現在 Wallcraft這套電影版裡面 它是用一個 叫做Wallcraft 1前傳的故事 Iron Forge其實是沒有出現的意義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他的劇情 或者這樣說 就是他跟Iron Forge裡面 諾薩 他做槍的人 喂 你隨便告訴他 有槍就可以了 這個世界 這個畫面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意義就是 一有一個Iron Forge的時候 整個戲院都嘩 嘩 嘩 然後 然後你會發現 Iron Forge呢 拿完一支槍 沒有了 走的了 有信用 如果電影版 我想這樣說 對比於沒有接觸 這個Wallcraft系列的演奏來說 只不過說 有一個場景 他用完了 但是對一些 你有這個認知的人來說 就發覺 那個城去哪裡 沒有用的 原來 最終Iron Forge只有一個用途 就是告訴你 這個世界是有矮人的 是有Iron Forge這個地方 是有矮人的 不是 你這樣說 應該是最後一幕 這個世界是有精靈的 是的 我們說回電影版裡面 現在取材的一個 start point 是有很多人都擔心的 其實是 這個start point 代表Bisa這間公司 其實是很有野心 去build out一個 史詩式的長篇巨絕 劇長版的 類似魔界的幾部曲 即是現在你知道 永遠都是拍trillion的 都是拍三集的 他現在只用Wallcraft 1的故事 都起碼拍兩集至三集 其實他不完全是Wallcraft 1 甚至是Wallcraft 1傳傳 應該說是Wallcraft 1的故事 起頭的位置 再前一點 因為他講到就是 黑暗之門的開啟 怎樣來 他一開啟都很簡單 這樣說了就是什麼呢 泰坦神族 做了這個世界的事情 這一段的故事 如果以本身Bisa寫的腳本的內容 我用一個比較精確 如果以一個TXT文本 編出來的前傳位的話 大概二十多頁左右 他把二十多頁的東西壓縮成 就是說 總之有個神作 做了個世界出來 完了 他什麼都沒說過 然後就是什麼呢 有一個神作 很討厭之前的神作 所以他就要毀滅他們做過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位置沒什麼所謂 就是他沒有必要把機器加上來源 他怎樣由神作變成惡魔 那樣的力量從哪裡來 最後沒有提過 好像沒有必要提 如果說這個位置的話 就是等於什麼呢 魔界裡面的Hobbies 你不說我真的完全不覺有神作這個位置 很少討論 提過很少少的東西 其實是傳媒提要 那些這樣的橋段 其實應該沒有提過 有提過 有提過 好少 我看了兩次都不覺有 他一開始說 那個世界的時候 他有提過 一句 介紹的時候 一句 一句那麼大把 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他要說這個故事 等同於就是 魔界由Hobbies開始拍戲 就不是說人類 就是說泰坦 Pie Elf Pie Elf Pie Elf 的故事 他現在把那段故事 壓縮了 就等同於 魔界裡面 一開始 那一節 的故事裡面 他將那段故事 壓縮了 變成了這個 甚至是斬了 其實這次的電影版 他著重的地方 不是在這裡 或者這麼說 在這個點開始 其實好處是什麼 他可以 暴儀式 去將一些 Walk up世界內 一些重要的地點 可以慢慢鋪出來 不會很理所當然的 出現了一個 原來他有很多歷史的背景 即是你不需要 丟掉了一些遺跡 整個世界 沒有錯 副本 丟掉出來 副本也不會 有監獄 大家冷靜點 你應該說有羊 羊一定要 故事 這裡官方其實都出了 兩本的小說 一本就是前傳故事 其實是說 獸人進來這個世界 主要都是說 索爾的老爸 阿諾坦 他的故事 一本 還有他出了一本 就是原裝 現在電影版裡面的故事 那個份量 再用文字式的手法 去演繹多一次出來 都看到這本 對 香港有得買的 有有有 在書局那裡 漫畫局都已經有 都會見到 有中文化 我記得是 中文版 故事其實是由 古爾丹 接受了這個 黑暗泰坦的指令 攻佔這個人類世界 就是阿薩拉斯這個世界 其實攻佔也有一個原因 他自己的世界 是因為某些原因 他已經是 不能進去 他必須要 開啟這個黑暗之門 去另一個世界 才可以 就是資源轉圈 他就要去開發新資源 但他又沒有 怎樣提到 究竟他的世界 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不需要太多的提及 因為本身只不過說 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這個世界快要毀滅了 是的 我們當然要穿草 當然要穿草 那穿草那是什麼地方 狗隨便毀滅 是的 今晚有道門 住到的地方 今晚有個人告訴我 喂 火星能住人 那我們就全部撤上火星 原來我們是蟑螂 過了去就是蟑螂 過了被蟑螂打 整個故事裡面 尤其是你頭十多分鐘 他們轉移到 阿薩拉斯這個世界的時候 電影院裡面 你會發覺就是 哪些人 究竟是認識這個設定 和不認識這個設定的分別 我很認真地看了兩次 才看得明白 交Wiki 看得明白已經很厲害了 我們交Wiki很清楚一點 我看完一次 再看Wiki再看一次 其實Warcraft系列的故事 真的很龐大 你選擇那些 有名的英雄 你都要講很久 我不會太討論 你說故事內容 這些大家欣賞 我反而說回 其實作為一個 遊戲電影化 這個題材裡面 他做的事 當然 不要說 頭十幾分鐘 就算去到整套電影 最尾 完結 滿足到 最主要的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玩家對一些場景 其實最主要是有場景 尤其是玩魔獸世界 跳下去去撕走 那些 在遊戲裡面跳下去 就會死就動給你了 其實有說過 之後看過一個動畫 有人製造了一個在遊戲裡 做一樣的事情 那個人是DC做的 他最主要就是一些場景的重現 當然這些場景的重現 對一些認知World of Warcraft的人來說 或者World of Warcraft的人來說 有一個很精準的字眼 4K電視 hi-res 1080 高質化了的素材 對他演繹出來 正如HD版和可動式的模特 那麼Square Enix做的東西 即是你覺不覺意會做它的升級版 的World of Warcraft 可能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這個也問過 沒有看到World of Warcraft這部電影的 其實你旁邊就有一個 不是 他是有接觸電影 沒有接觸性的 OK 他們其實對World of Warcraft這部電影裡面 最令他們印象差不多 其實就是那個場景那裡 因為場景是比過往 我們看電影的一些奇幻作品裡面的 建築物來的風格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那個特色 尤其是你見到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World of Warcraft裡面 其實你見到很多場景 尤其是人類在Stormwind裡面的場景 其實是很鮮色的 對比式是很強的 你會覺得他們開頭看的時候 是覺得有點突压的 不是 你對比式的意思是對比什麼 對比什麼 整個Baguar 我想是對比其他這類背景 即是可能你是中古世界背景的 戰爭片那類 應該就是火把 你看看這幾年那些 例如Hercules 或者Last Knight 其實大部分這類型 例如再舊的Gladiator 大部分這類型 你見到還是用中古式的冷冰氣時代的影片 大部分的建築物裡面 都說黑蜆蜆 點火把電燈燭 很少那麼光 這是真的 但是你說 它那個建築物的特色 我覺得像遊戲的感覺 像90年代 或者2000年頭的遊戲的感覺 就有了 但是你說很特別 我又未知道 另一種特別的 會造成那個對比是什麼呢 它們的服裝 騎士的規格 我想最強力的對比 我對比這個魔界 魔界那些規格 是說什麼呢 踏實 就是一些很實用性 不是花巧 但是你看到就是什麼呢 它們那些全部都是用花的 它都像是秦禮那種 就是高貴的聖騎士 對 聖光啊 不要說聖光啊 每天起床的時候 就發現天賦又被人改了 但是要說一件事 應該暫時未有聖騎士 其實因為本身 遊戲電影化 它一定要滿足這兩件事 OK 我們要玩遊戲 我們一定要玩遊戲 它真的是遊戲世界裡面 我們亦知道的東西 另一件事 就是主流客戶群 接不接受這個風格 就是施金石楼也是一個 你其實過往裡面 有很多遊戲 改編 其實我想其中一套 例子就是 波斯王子 時之沙 那些人是不覺得 它跟波斯王子的感覺是相似 因為什麼呢 它著重了在 主流客戶群接受的方面 但是遊戲裡面 我們接觸到的東西 其實用色也好 角色的定位也好 你會覺得 完全沒有關係 他跟波斯王子有什麼關係 很想解釋一下 除了那些是波斯人之外 但是其實 反過來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 這套電影版 有一些部分 其實都是跟原本的故事改了 我可以說什麼 在《Wallcraft》這個電影裡面 它是大幅簡略了 某些人本身的複雜背景 甚至簡略最厲害的就是 加拿拿 加拿拿 對 那個女半獸人 選到瘋了 因為本身是跟他搞出一個套路 如果是小說的話 應該是麥迪文 搞這個人獸戀 他現在就變成跟 諾薩 諾薩其實是互相尊重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劇場版來講 其實是跟麥迪文的感情 其實你是看不到的 我覺得這樣說 在《Wallcraft》的人來說 最可惜的是麥迪文這個角色 因為他完全是把他索造成一個 很厲害的 我真的很厲害的 但我被操縱了 奸的 瘋的 控制不了 通常有能力的人 都是瘋狂的國家 甚至有人把他定位 就是他是魔界裡面的Solomon 這個巫師的角色 但Solomon就是因為他本身定位是奸 就是他盡著他奸的方向去走 但他那個是無端端的 180度轉變 但還沒有交代什麼原因 有些不知道背景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 而且他會說 我好痛苦 你痛苦什麼鬼 你可不可以給前文後利用 這個就是為何我要看第二次的原因 因為我看第一次的時候 我的疑問就是 他說是Guardian 我最初是Guardian 我最初不知道他講的是一個人 還是有一堆人 是一堆人 好像死證據一個 後來他講到死證據 因為他死證據一個 我不知道他意思是否可以 有人隱居 你知道嗎 很喜歡有些Hidden人 其實那個稱號 要先說一下 那個叫守護者的稱號 其實是每個世界的時候 應該只有一個 當他要傳承給下一個 他不會再叫守護者 應該是每個世界會只有一個 只會有一位 只會有一位 不會有重疊的情況發生 即是他交了棒的那一瞬間 他就再不會擔當守護這個崗位 沒錯 他只會變回一個普通的模式 但是他那裡 最初你有說過 他只剩下一個 他不想見人 我的感覺就是 他不想見人 可能他病了 然後突然間就跟他說 他不想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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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一瞬間就完全不明白 不是 因為他的守護者的定義 就是說 你很忙的 你沒什麼事的時候 你不要問我 你世界毀滅 你才找我 那種感覺 他出來的那個感覺 我想守護者 他作為世界的守護者 那個問題就是什麼 你皇國的興奧 跟那個世界好像也沒有關係 你現在說 你人類世界 是不是在這個世界的滅亡 然後說 暫時還不是 你七大王國 你最多滅了一個 羅德龍都不見了很久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 本身的 他%裡面 我覺得 也是電影版裡面 他沒有這樣的資源 或者這樣的時間 去% 這個世界 的構成 相信大部分的觀眾 沒有World Cup知識的人 都覺得 其實人類是不是只是一個帝國 如果開會那裡 你應該會理解到 不止一個國家 但是你一開始以為 那個感覺 如果你說開會那裡 我看到就是什麼 中段有人叫救兵 接著他們說 集中攻打點 就是最後一場 你說後來 那些人出來 我看到一些矮人 我看到精靈 但人類原來有兩個國家 我不知道 人類不止兩個國家 人類是七大王國 我以為七大王國的意思是 有一個是藝人 有一個是什麼 只是人也有七個 魔界在這方面 其實他的定位很清晰 他定位清晰在於的地方就是什麼 他一開始已經說明了 就是 有江澤和諾溫 這個第二個 他們會知道大概有些什麼 他們是屬於一個什麼繁熟的關係 但是World Cup裡面 其實他沒有說到繁熟關係 因為其實他在說 七大王國的Stormin裡面 只不過是 host這個七大王國的首領 他們不是支配這七大王國的 不是的 我想最大的分別就是 魔界你看到最初 他一開始會跟你說那些戒指 他那些戒指是跟著種族來分 所以你一聽到就知道 哦 Elf有多少個國家 你一聽到就知道 Dorf有多少個國家 人類有七個國家 一開始他講了 而且他經常看地圖 這裡就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那些地圖 我是不清楚的 這個 不是地圖那些 他因為經歷過世界很多變化的時候 他每一個時代的地圖都不同 也有不同了 電影版 你說這些 其實老實說 就是本身兩個小時的電影 他其實要做一個抉擇 他可以選擇用魔界的形式 第一集 很多人所有 無論Hobbies的第一集 或者魔界的第一集 你會覺得很悶 因為什麼 我介紹你而已 他推了所有人出來 介紹一下 做一下兩項動作 告訴你什麼 就完了 因為那個正傳其實還沒開始 但他其實也很怕這件事 因為他始終是一個遊戲作品 而他也要先聲奪入 應該是說 入場的粉絲的期待 要滿足到他的期待 很悶的時候 拍第二集 人們都未必會想去看 即連遊戲的粉絲都滿足不到的時候 第二集就更加胎色 或者這麼說 你要Serve一件事是什麼 玩家入場看的時候 會有一個心態 你當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Serve 你看小看我龐大的World Club 的知識 所以這也是他不提出那麼多 的其中一個原因 他的限制之一 但也有個問題 就是很多玩家 其實都是由 World of World Club 才開始進來 這些咸豐年前的歷史 其實他們未必知道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一些必要情報 甚至其實 這個也是 開頭說回 他用這個時間點 我們稱之為 多大膽 當然他有個野心 但也是挺大膽的 因為他要說的 故事其實現在是由 獸人進入 這個世界開始 我預計他是三部曲 官方慣例 正常 當我們先 其實這個三部曲 終結其實是什麼 古爾丹之死 都很後悔 其實說到 吳彥祖之死 真的吳彥祖之死 簡單一點 你不會看得出 是吳彥祖 如果你不看過卡士 真的看卡士才知道 不是 他化妝化到這樣 不是化妝來的 Motion Capture Motion Capture 你都不會從Motion Capture 你會猜到那個是演奏 就是憑演技 就知道那個是Banley 其實你跟那些聲音的問題一樣 那些聲音根本很難分 是不是那個演員 就是Minion是個導演 全部Minion是同一個人 他拍完這個之後 其實 Walk Up的觀眾來說 還未到 我玩開拍的 應該不會到得到 如果他以Walk Up 1 那種形式 因為大部份玩家都是玩魔術世界 魔術世界其實已經是接著 我甚至是叫做 幾百年後 應該是幾年後 因為已經接著是Walk Up 3之後 是二十幾年後 是很後 因為那個BB大家都知道 就是什麼 大家唯一的認知就是BB 就是索義 索義 這個Case裡面就是說 你要等這個BB長大了 然後什麼 長大了之後 不好意思 我們都要走回Walk Up 3的故事 先到 大家可能說 一些比較多的 多人盡知 多人盡知 更加層面知道的Walk Up 3的故事 但是我 作為沒有玩過一二三集 但我對三個故事 其實是很有興趣的 是 因為其實開頭很多人都說 其實是很想 因為三個故事是什麼 最有 最有劇氣 可以說是 而那個劇氣其實來自於 其實Walk Up 3的故事 我稱之為是什麼 一程釀了很多年的酒 倒出來給你喝 釀出來的過程 就是靠一二 中間裡面一些 鋪陳 其實幾類聚 和幾有政治味道 我覺得是像是權力遊戲 那種的 搞一大輪 沒有一大輪的東西之後 才浸出來 浸了一堆角色出來 浸了一個影響後果出來 就覺得那些角色很有吸引力 為什麼他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因為 他有一個很龐大的背景 背景設定 現在其實就是 這一集叫做 戰雄崛起的故事 由頭開始浸了 那究竟要浸多少年呢 我想大家的擔心 反而是在這個位置 拍完第一集 如果他有意思繼續拍下去 我想三至五年有第二集 但他現在不是被 萬達影業買了嗎 應該有錢拍的 還有他要拍到質素和時間 魔界平均的時候 也在說兩年多些 他就有一套新的 先有一側 我用這個情況去計算 而最大問題就是 Walk Up還要加重成本 就是Motion Capture的東西很多 很大量 比很多電影都更多的 Motion Capture的東西 其實我預計他三年 他跑不掉 可以接受 一個三年 兩個三年 古爾坦之死就會在六年 就達成了 就達成了 這個是我們估計的 他是不是真的分到三部曲 就可以寫到古爾坦之死 你還要知道他要被檔期 有時候要 和他之前是被升佔而已 中間其實還有發生了很多事情 不是這麼簡單 如果他一個不幸重拍 那就一個雙倍 大家覺得就是 是擔心這個故事 拍不拍得完的 其實我不可以說 你拍到 去到後面大家認知的劇情 你這個故事 你自己完不完 應該可以的 不過可能十片 他是比我過往 我們看的很多 遊戲電影法作品 其實這個位置是挺大膽的 在現在我認知 遊戲電影法裏 最誇張的那套 叫做什麼呢 是Biohazer 不過那套是舊片來的 大家不要理他 好像有拍了 之後 是第八集了 神經病 我們不要理這套 這套根本上 跟遊戲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裡是一個 夫妻檔的問題 對 而你說 我覺得拍得比較好的 遊戲電影法作品 Silent Hill 他用了兩集 就KO了 不過前後都相隔了很遠 其實他前後都 有關係嗎? 有關係的 我沒有看第二集 是啊 兩集有關係的 大運採取都是什麼呢 一集過 吃了他就算了 因為你不知道有沒有錢賺 今天不知道明天是 明天死了不知道什麼 尤其是 例如以前Square那次 FF那些就算了吧 是啊 那次重本之作 重大落地之作 是啊 他死了 但重點是 這套東西 會不會吸引到大家 去看第二作 但是我看到 他的票房 除了大陸之外 也是仆值的 他是不是受眾群問題 其實大陸的票房 可不可以靠我們 大家都心照 首先 其實他有很多奇幻元素的東西 叫做顛覆了大家 看電影的感覺 我覺得 最簡單的東西 很多奇幻作品 出了所謂的法術 那種叫做什麼呢 觸媒法術 是什麼呢 最官方的那句就是 奏奏飛 武器去 那些 哈利波特那些 或者魔契那種 是什麼呢 然後突然有個 好像元力的東西 就彈開了對手 那些氣氛那麼飛出來 金度複了 對 很少是什麼呢 很形象化一種魔法 由練咒過程 開始 有魔法 形成一個咒紋 然後去打出這個魔法 在我看電影的時候 其實 我先不要論我是不是一個 Wallcraft的支持者 但我覺得這樣 我真的幾有興趣這種法術 那些法師真的要念咒 你不會在那裡 拖延不出 全部信咒 然後突然間 嘿 或者是 魔 魔界裡面 就算好像說 阿文公主 念咒 令到河岸裡面 跑了一堆馬出來 其實你不覺得就是什麼呢 他沒有施魔法那種味道 但是 Wallcraft的電影 其實他真的有一種施咒的味道 你至少知道就是什麼 他在線咒 他在捕一些東西出來 這個位置我又覺得有點不同 就是 Lord of the Ring 我覺得 他那個精靈公主念的那部分 其實就真的只有他可以出的 你找其他人做 都未必有一種念咒 你之前就是 他去到那個位置 他那個鏡頭又在蒙一點 聲音又拖慢一點 他是故意做這件事 他在那個聲效上 但是這裡是連畫面上 很明顯就是 他有一個榮唱的process 斷發要趁現在 還有那些魔法的元光 你其他作品看不到這件事 尤其是在德拉卡這個角色 我覺得在這個作品裡 唯一能滿足到 Wallcraft的觀眾 一定只是沉醉於法師 這個職業的玩家 因為他出的法術 基本上就是什麼呢 基本上是羅劇者 所有法師 應該基本 要有的 最自然靈性 最有代表性的法術 他都已經是差不多出齊 變羊術 變羊這個 變羊這個最重要的 變羊 身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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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力場 幸好他不是點冰 要不是有雪櫃 所以你看到其實 這些法術 其實滿足了法師這個職業 很多人都不滿的 其實有些厚恥薄痴 戰士呢? 升級時呢? 那時候沒有升級的 他沒有出是正常的 對 戰士是會有的 戰士 沒有的 然後 其實 戰士是有的 其實我告訴你 有一幕 就是麥迪文 紅海色的分開了電網之後 洛薩的兒子 衝過去地要敲 那時候 EG就是charge 不過 衝鋒 charge就是衝鋒 不過 這個不是被人傳銷而已 不是最大的問題 一樣 為什麼我沒得學電網 你不是Guardian這個職業 你不是Guardian這個職業 沒有理由的 明明三是傳收 只有奧系 法系和兵系 你那個叫Maze 叫法師 人家那個叫Guardian守護者 兩個職業 OK 這麥迪文是大法師 要過三十歲 那種 不得不提的就是 一些場景 其實如果換家的 最有深屈印象的 不算玩過去一二三 如果純粹是WARC 一定是卡牌賺這個地方 Iron Forge 和Storm Ring 其實Storm Ring也是一部份 Storm Ring也是主張放在 東南部附近的地方 他有做一個展示 對最多的 閃金陣 對 和閃金陣 但其實 那個時候也不太出名 我覺得他出的地標性的場面 其實是有點突厚的 因為你要明白就是 你出的Storm Ring也好 出的Iron Iron 它是展示一個遠景 即是像航拍機拍出來 但突然間 這東西很重要 你知道嗎 一變就變成In Door 對於這個遊戲 我明白 如果在玩家的角度來說 是一個經典重現 但如果有個劇情來說 其實那個Transition位是很突厚的 好像是Star War味的 我會這樣說 那個場面 這個所謂混鏡那裡 其實根本上就是把 Wallcraft第一次展現 那個城的鏡頭 重現一次出來 再造靚天 而在這裏 我只可以承認 Iron Forge那個是毫無意義的 對於電影來說 但Storm Ring那種 其實是讓人類大國的繁城 我對詢問的是 如果他真的照原作做 Storm Ring最後是被人打爆了 我覺得就有用了 大家沒有 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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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 其實應該到了 應該 應該會被人打爆了 我們說了很多 其實是主角來的 獸人 獸人那邊 其實那些的墜落 其實獸人那邊 你會看到很多人的強烈衝擊就是 哇 這群獸人好有人性啊 非天敏人 不是 獸人呢 其實你第一眼看起來 那種體格 其實跟人類真的很不同 就是那些手掌的大小 為什麼獸人戰士 不是拿劍的呢 你會看到 他是拿取的 為什麼 因為他那種恐怖有力 你看第一次 他跟人類對戰的時候 也是的 他靠那種恐怖有力 一取 直接變成肉餅 感覺也是開了外掛的 是啊 所以其實他那種體型 和人類那種體型 是做了出來的 我想 其實他做到一個 我覺得 給觀眾應該都會有一個挺新鮮的印象 就是什麼 通常你說如果 本身就是獸人 在這些電影的電影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張姦地 打扮 應該拿來消耗純粹的戰力 或者鋪長用的一個畫面 但是 《WorldCraft》這部電影 演繹到的就是獸人的戰技 就是跟人類對戰的時候 其他那些 其實 我想很多的這類演繹是什麼呢 其實是獸人類的 很厲害 因為始終這個作品 他每一個種族 都是一個英雄 其實都有一個故事 也有一堆支持者 因為其實最明顯 都是用回大眾開念 Lot of the Ring 那些獸人是什麼 是基基兵來的 我不算沒有那隻獸人 但是全部都是基基兵來的 你不會覺得他有東西 那種力量的表現 其實純粹是什麼 其他電影的就是純粹表現力量 他那種破壞力 但是在《WorldCraft》電影裡 其實他有表現到一種 有文氣 不是他有表現到那種 戰鬥的技巧 就是他那種 不是武裏一下 就劈下去就算了 通常因為獸人來說 在我們基本的認知裡面 是這個呂布 很大致力是零的 致力是零的 不是火鳳那個呂布 其實純粹就是獸人那邊 那些人全部都很nice 其實是 不是很nice 其實獸人本身 很重榮耀 他決鬥的榮耀 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 甚至 甚至乎給他自己的理想 比如說 我是奸的 都是困在這個 決鬥的性果之中 就是獸人文化那種的演繹 他在裡面其實很著重 比任何東西都著重 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就是獸人這個種族 是一個什麼種族 看完這套電影裡面 他們就是一個 剛才剛才說的 你沒有榮耀 你和死了是沒有分別的 和他們沒有分別的 就算你地位多高 你都要尊重歷史 那個玩法 那個部落的法債 我們就是要這樣做 無論那個是敵手 還是職位低過你的人 而只要他挑戰你 你就要接受挑戰 但這部有一個問題 那部電影裡面 都自稱他們獸人是做 暴落叫Hood 但其實 是不是一開始已經 他們這樣自稱 其實他們那個暴落的意思 就是 獸人裡面的暴族 是分開不同的暴族 那個暴族 就不是我們 玩遊戲的暴族 不是玩遊戲的暴族 是的 那個暴族的意思就是 因為獸人 其實他有很多分支 即是雙狼 雙狼的事座比較平和 對任何東西都會比較接受 即是說 他寫了不殺落 不做無必要的 對 甚至乎可以為了生存 如果你不搞我 我不犯你那種 一開始就有了 即是他們過了門之前 Duritan就說 很多暴落都來了 然後他在數 Black Hand又來了 你會發現 他跟人類那邊都相似 都是一個Union 都是不同的 但他們都是叫分部落 他們那個群 即是我們人類 就叫一個家庭 或者一個種族 他們部落 都是有分不同的支派 那個故事裡面 其實因為本身 那兩個小時太簡短 而且他騙神殺了很多東西 其實 古爾丹這個角色 其實是 我覺得在第一集裡面 是不成功的 你只知道 他是一個很邪惡的代表 就是 在統領收入 索造得不算很成功 我覺得在電影版的感覺裡面 就是一個很沒有深度的人 還有 失敗的那些東西 就是那些邪能 為什麼會去Medeaf 那些東西 其實 那個transition 太過分了 他很多 就是歷史上的東西 沒有告訴你 這個就是 最看不明白 最看不明白 第二次就是 專門看Medeaf 究竟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個位 其實你的部落 本身就是 其實他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深度 就是這個人有一個邪惡計劃 但是什麼呢 他整集裡面 我就說 我不打算跟你說 邪惡計劃是什麼 邪惡計劃 其實他自己 就是 崇拜了這種 惡魔的力量 但是 他的本意 其實跟 杜特坦一樣 他的本意 就是 我要讓獸人 生存到 但是 他會偏向 使用這種能力 其實不是的 如果他之後 要走回本傳的故事的話 其實 獸人的計劃 某種意義上 是他們一手造成的 跟古爾坦都有關係的 所以 這個case來說 所以說 他跟不懂 麥迪文的交流 連繫了一條伏線出來 因為現在就是 過打角 他會幫你 他過打角 但是無緣無故又會幫你 但是你中間裡面 有沒有一些 就算我這個位 其實好像說 麥迪文 邪惡的人格出現的時候 他會跟古爾丹 有一個 溝通 溝通 你不是了解他的歷史 你就不會知道 當然我知道 電影有提過的 就是你要開到門 其實是兩邊一起念咒語的 對 但是這個位置 我覺得他缺少了這些 令到就是 兩大失敗角色 人類方那邊就是默迪文 獸人方那邊就是古爾坦 這兩個角色其實是 即是兩個奸 沒有發位 所以兩個角色 我是不知道你奸 做些什麼 還有就是什麼 我不覺得你們厲害 不厲害那位 首先就是古爾丹 彈跳 對 重點是 我們玩過遊戲的時候 古爾丹是一個術士 但他自從他嘗試之後 咦 原來術士都是有肌肉 尤其是單挑 而是單挑 那裡還有什麼呢 現在一打一 不准用發術 三人的名叫拳頭靠 然後古爾丹就會覺得 他特意做什麼 雖然我是一個白師 但我有很強勁的秘魂 雖然是一個術士 但我本身也是一個 他也是一個戰士 我轉職之前也是一個戰士 沒錯 然後這一戰之外 麥迪文和戴萊卡那一戰 那一戰我覺得是什麼 很和 是無法示範到麥迪文的強 我只是示範到什麼 原來一個所謂最強的守護者 都會被人拆死 那個位置就是很突然 那個死法 不是一個叫做黑手 或者是一個BOSS 應該有的死法 那個表現就是 等同於 打太陽魔王 在魔王城下出來 然後踩招氣 然後跌了下山底 跌死了 跌死了 然後那個勇姐會問 什麼事 勇姐說我也有努力過 雖然 這個位置是 整部電影裡面 那些叫做什麼 突然之間在高潮位 落幕 就好像Mario那樣 打BOSS的時候 避了東西 然後後面踩完 橋沒了就跌了下去 解決了 在這套東西裡面 一個很失敗 因為尤其是麥迪文那一戰 你好像在打一個Wavebox 這樣 不過只有兩個 只有兩個 兩個 還沒有囂張 還沒有囂張 我們有戰士 還有法師 我們會看到一場 什麼呢 一個對決 不同說單對單 是一個戰術型的對決 因為對手實在太強了 而且對手還有魔偶協助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 是 是 錯了 神經病 我不會入阿高Wing 他當然不會打我 我先搞定你的戰術 剛才I.M.講過 在旁邊的複巧來跑去 特別是放風箏 我們在遊戲裡面 其實都會用到的 但你也要減術才可以 但問題就是 這種 我不是說 這個不是打不打機 或者我們有沒有遊玩 這場戰術是不好看的 你見到就是 打了一下 然後那一位 靜靜雞 你見不到我 然後我問 為何他打了一下 為何突然見不到你 這件事是 因為他要 因為他們眼飽六光 更加不好提的就是 洛薩和黑手對決的時候 我覺得 秒殺 怎麼回事 滑下去戒個蛋蛋 這樣就躺在那裡了 然後背插波 用遊戲的術語來講 就是什麼 因為本身已經經歷了 一個打了很久 然後他們要單挑 然後黑手是拿走 古爾丹的按摩力量 然後我們很術語 說一句是什麼 那個Hevanism 因為Hevanism 是不包袱保血的 你要死依然會死的 但不是這件事 這個只不過是說笑的 但那場戰鬥裡 我覺得每天都是趕下班 是 很快 你沒有想著 真的這樣兩刀 你 那時候就是黑手 這個人說 我接受了奧力量 我強大起上來了 好像是比之前還廢 他還未適用 然後大家要記得 之前 洛薩和他第一次對決的時候 被人打飛 是至少打了 都接近五分鐘的劇情 現在 兩秒都沒有 他就誇了 什麼啊 黑手是大戰完 他的HP還未回復 一輩子的時候 就被這個洛薩挑機 最重要是沒得拒絕 神經病 因為這個 他挑洛薩的 因為那個部落的 剛才有樹人說 第一次跟羅法打 還有一隻狼 他真是幸運 但最後一戰 被人一夜拖 那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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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樣啊 你幹什麼啊 我覺得最不拒絕 你看到 他之前的手沒有了 然後 把手給他 我打算 起碼第一次 一隻手一隻手 一隻手撞下去 誰知一隻衝過來 就被人攀拖 睡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現在電影裡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些位置 明明你覺得是高潮位 但他一瞬間跟你完結了 時間不夠 他隻手撞到 之前撞到雙郎的遊長 那裡 那一刻 那一刻 沒用了 那一刻沒有意思 起碼用了 起碼叫用了 所以我的故事 其實不夠緊張 尤其是主流觀眾 會覺得不好看電影 是什麼 那些東西太突然 不夠皮 而且不知前因後果 發生了兩種戰鬥 他在搞什麼 他在搞什麼 打完眼 現在幹什麼 他突然間又開始打 突然間又打完了 因為他壓縮了那場 叫做什麼 叫做拯救人類世界裡的人 那一場大戰 然後麥蒂雯開梯婆 那個位置 其實那場大戰 有些是什麼 收不到尾 我覺得劇本的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怎樣不讓洛莎死 就是他衝過來之後 其實這樣違法 下了應該時間 不可能 沒有解 那個位置是 一些仇人看到 指揮官 殺了他 有榮耀 有恩 有恩 要升 PVP 我要拿 當然我這樣說 他在這一類型的作品來講 他已經算是拍得比較好 比他更差的大友人作 還有是否有兩個小時 也不是很足夠說的 你不要管前一後果 純粹以戰場表現 或者動作 其實已經有那麼常壓質素了 有那麼常壓質素 還有他兼顧到遊戲裡的元素 去表現給人們看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 其實那場戰役 應該是在Stormin發生的 這件事其實是搬了那個地方 這個是經費問題 這個是最重要的問題 你說要打巷戰 怎樣看著Stormin複滅 那些東西可能成本就很高 取捨在於什麼呢 如果你打成戰那種 他怕你會和魔界重疊 魔界那兩場大戰的聖規谷 聖規谷和八成 有機會很相似 其實你和Hobbit 最後的五軍之戰 也會有點像 所以他想避了這件事 我覺得他想避了這件事 他想避了這件事 但避就變成你和原本小說出入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假設你要拍下一部 那你怎樣把這件事 是一個重點 到時就拍另一場巷戰 那你始終要拍 其實沒有分別的 這個就不知道他怎樣去取捨 但是我看到很多刻意迴避的地方 有些甚至是為迴避而迴避 迴避完 而且出來的結果是不好的 結果論 這個就結論了一點 他的目標終止就是迴避 所以他就什麼都迴避了 當然你說整套東西現在可以 都叫做最後由索爾BB 怎樣變錄也有說 這件事好像很多人都稱讚 是比原主更好 他變錄是出生之後 就被孤兒丹傳了惡魔力量 因為沒有生命的跡象 是 叫做做完完 第一集 收官來說其實 帶動不了什麼叫熱潮 或者反響出來 純粹有人用電影完記 然後散場 走啦 有人給了一個評語 世界觀不錯 如果造成遊戲應該會很火 是 應該是笑話 但是那一陣子 你要明白 他是上了一連串的類型的電影 他差不多是 他是最後一部的 不是 他重點去趕不上熱潮 就是他 魔術世界那時候 佔了這麼龐大的玩家群的時候 即是現在玩的人數開始下跌了 開始下跌了 差不多下跌了 或者這樣說 或者這樣說 那些人其實是期待 就是電影版能夠 為他可以 reboot Wallcraft的故事 因為大家都知道 Wallcraft這隻遊戲 其實是毀了 Wallcraft這個故事的三觀 因為他是為做遊戲而做遊戲 因為為了online遊戲 而做online遊戲的 性質來講 就是令到很多設定 都是硬來 沒有理會 他還要兼顧 他的故事進行 他變成很多東西 可能會有機會 就是他認識了原本的書 或者有些東西 他為了遊戲的某種變化來改動 現在他不是兩難那麼簡單 他是三難的局面 他現在是發生了一件 不理想的話 其實又未到 但是你說 是不是符合大家 預期等了十年的作品 那就有待相確 我覺得這樣 我來說我收貨 我也收貨 如果以遊戲玩家的角度 可以看到那些 就是以電影形式 出來的遊戲觀 我覺得是OK的 如果你說你很堅持 原生的設定 可能你會有很多不滿意 嗯 因為其實都改了不少東西 是的 當然你說提會說 少少就是 異行者 和我 其實我們一看到 德拉卡這個角色 他說 神經病 隔壁走過來 肯定是 卡特加 應該是 某一隻 遲些都可能會出的 一套戲的其中一個角色 對 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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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 好了 這一套 我們就講到這裡 期待之後 其實更加多這一類型 不過跟著有了 刺客信條 練尾 刺客信條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就是 製作群 細聲彈彈的說話 我們這一套電影 不是為了 這個 公佔什麼 客戶行 我們是為了 補完和豐富 遊戲裏面的設定 和世界 而去做出來的 不是應該補完 遊戲的劇情 是補完遊戲的 補完遊戲的一切 總之 這個電影 不是給你們 沒看過的人 是給一些 你玩過這麼多集的人 就可以看完這套 把你平時沒有說的說話 告訴你們 這樣就很難入場態 那就真的要玩完整個遊戲 才可以入場態 即是他說的 他會吸引到 你的世界 今年的官方說話 大家聽完就算 即是潛台詞就是 想看嗎 玩了就算 現在正在做特價 在Steam 在Steam 一個all-in-one的價錢 都只不過是999 這麼多集 不用太貴 不用太貴 即管聖母以待 看看他的電影版 我是很擔心他做了一套 波斯王子 其實 那就看他之後 有沒有trader看 有什麼感覺 好像有了 其實有部分trader看 你應該也看到 是否像波斯王子 他跟波斯王子 應該有個分別 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磁壓蠢條 他想說的 我喜歡單賊 應該說 我喜歡暗殺 出來黑 一堆黑 那些決鬥 不是暗殺 不是暗殺 我們今天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